乔巴一直以来都被很多人当成懵宠 其实乔巴是草帽海贼团里天赋最好的一个 就目前而言 草帽海贼团里果实开发能力最强的绝对是乔巴 因为他现在会八段变身 就是说乔巴能变化八次 但每一次变化都是专门正对某个部位进行强化 比如皮毛 脚 智力 力量等 而这一次来河之国 乔巴会让自己的人人果实得到觉醒 乔巴以前变身都是依靠药物的 而现在唯一要依靠药物的 就是变身为巨大的生物 但变身的时间有限 只能持续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乔巴就会全身无力 这个在之前的TV中就出现过 当时乔巴对战于人岛的人就开启了八段变化 一招秒了对方 这次在和之国对战凯多 草帽一伙无疑是自寻死路 绝对不是凯多的对手 到时他们将会陷入绝境 在绝境面前人都会得到成长和突破 乔巴会再次进行突破 达到恐怖的九段变身 而这次变身就是让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决定 然后变身成为巨大的怪物 这就是动物系恶魔果实 你觉醒后的状态完全受化 不过因为第一次受化 导致乔巴暴走 其实乔巴很久之前就暴走过 当初也正因为暴走 才使得他能够达到八段变身的地步 暴走有着机遇 同样也有着风险 八段给乔巴强化的是力量 速度和防御相对都比较薄弱 而这次九段觉醒 直接让乔巴多方位得到提升 不仅速度快 而且力量强大 防御高超 哪怕是陆飞的猿王枪 都难以破除乔巴的防御 乔巴觉醒之后 其实和第八段模样一样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但战斗的时候能看出差距很大的 比起之前的八段高好几个当次 在乔巴觉醒之后 之前的八段变身 将会不再有时间限制 而九段变身只能维持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乔巴将全身无力 当乔巴果实能力觉醒之后 大家猜猜乔巴到时的赏金 会增加到多少呢 是250还是300 或者上亿呢 总有一天当ZF发现乔巴的恐怖之处之后 一定会给乔巴增加赏金的 而这次和之国过后 乔巴赏金回过千万 甚至上亿 今天海贼就说到这里 喜欢海贼的话可以关注笔者 今后会继续分享更多海贼 以及新翻给你们 同时 喜欢文章的话 记得点个赞支持笔者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